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放了感恩节的假期 放了一个礼拜 今天第一天去上课 上课的地方很远 Santa Monica 你看 这样过去要一个小时 我们的课是十点钟上 然后今天第一天要提前半个小时 所以我就提早出发了 送完孩子现在就出发 前天有点不舒服 然后昨天中午之后才开始好起来 本来昨天应该是去冲浪的嘛 也没有去 也是不舒服 怕体力不行 那个动不了 所以今天好了 下午 昨天下午开始 然后到现在就挺好的 所以今天上课 但今天上课的情况也是未知的 因为是第一次去上表演课 然后各种情况都是不知道的 其实我还是蛮忐忑的 当时老师给我那个面试的时候 我还说了我的语言啊 英文不是很好啊 没问题啊 你现在说的东西我都能听得明白啊 听好之类的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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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我的必经之路 因为作为我现在选择了表演作为我的 现在不能说是职业 但是是我的最大的兴趣和我将来要希望发展成我的职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 那上表演课是必须的 所以的话就不管前面有多少障碍 有多少挑战 我都要去迎接 所以就硬着头皮去吧 然后我觉得有了一定就去上了肯定会有收获 然后但当中也不会说就那么顺利 肯定中间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那就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吧 今天上课 上完课我也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上第一节课的情况 课堂上是不可以录像和录音的 所以就上完课再聊 到了 到了学校 这边在学校 就在最后面 现在是9点40 路上一个 花了一个小时超过了 路上有一个车祸 刚才进去签到了 然后呢 签到之后 让我戴口罩 大家都要戴口罩 哎呀 挺好的 刚好有一点 昨天不是有点不舒服吗 戴着口罩大家都比较好 待会就要开始上课了 10点钟 上完课了 回来了 回到车上 这是我做的笔记 就是很简单 我比较不会做笔记 比较讨厌做笔记 因为做笔记的话 就会忽略掉听的东西 然后写的也慢 所以就大概记了一下 可能有一点点油 我觉得特别不舒服今天 就是身体 来的时候还挺好的 就是在那里之后就感觉头很晕 鼻子啊 就是整个感冒又 反正又有发烧的感觉 所以 然后呢 还有就是听的话 因为英语非常有限嘛 就是听懂的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百分之七八十 然后百分之二三十是没有听得懂的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 就是跟同学交流 这是第一天 然后第二天是星期三 两天后 隔一天 隔一天 隔一天后一天 好 我们继续来记录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像编 visto吗 酒店 隔一天 41 вер体